好 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第三个考点 叫做评估重大凑暴风险 对于评估重大凑暴风险 这个考点 其实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特别风险 对吧 对应着特别风险的 会有相应的一些重要的点和提出线 我们要关注 其实不管是客观题还是主观题 大家在这一章当中要关注 包括到下一章风险应对的时候 还要关注 先在这个评估重大凑暴风险 这一章我们来看看 对应着这几个点 来关注一下 跟特别风险 特别关注一下 先来看 关于这个 对 控制对评估重大凑暴风险的 一个影响的题目 说下来有关 控制对评估重大凑暴风险 影响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上年度审计中 是否发现控制缺陷 会影响注册会计师 对于风险评估的一个结果 就是 如果我们上年度发现了 这个控制缺陷 对于本期 风险评估的结果 有没有影响 有吗 同学们 有 对吧 你说 如果我们发现啊 上一年度审计中 有控制缺陷 那么这个控制缺陷 相当于给我们提个醒 就上一年度内部控制 是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在本期 我们进行风险评估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考虑啊 相应的这些有问题的控制 是不是仍然存在 或者是说我们在本期 你就想嘛 如果上年度 那个控制的印象 非常的良好 那对于本期来说呢 我们可能 就相对来说会更放心 对吧 但是上期是有问题的 这种控制呢 对于本期的这种 风险评估来说 我们就得特别关注 比如说去年 针对于这个认定的控制 它是有很大问题的 那今年我针对于这个认定 在进行风险评估的时候呢 我要格外的小心 那所以这个会有影响 并且说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不会影响住的快失 对抓错风险的 一个评估结果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 当你控制 没有得到有效 没有得到执行的时候 和得到执行的时候 那肯定不一样 因为这个控制 连执行都没有得到执行 那对应这个风险 往往就是高的 对吧 就是这个B错了 错的就是B 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会影响到 驻开对于 重大错风险的评估结果 当控制没得到执行的时候 风险往往就是 更高的 再来看C 控制运行有益性的 测试结果 会影响注册会计师 对于重大错风险的 一个评估结果 控制有没有效 运行是否有效啊 那么这个时候会对于 这种风险评估的结果有影响 第一呢 控制在所审期间内 是否发生变化 会影响到注册会计师 对于风险评估一个结果 这个同样 对吧 在这个所审期间内 控制有没有发生变化呀 没有变化和有变化 那是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这道题 我们最佳答案的 就是B 肯定是会影响到的 再来看第二题 说下列有关识别评估和应对 重大错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识别的 重大错风险与特定的交易账户余额 和披露的认定相关联 B呢 说在识别评估重大错风险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 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以及潜在错报的一个影响 重大的程度 这个肯定是对的 是吧 我们在识别评估的时候 就要考虑啊 可能性和影响程度是什么 对吧 那C呢说对于那些 某些重大错风险 注册会计师可能认为 仅通过实行程序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就相当于是什么 我们还要结合着控制测试 比如说 自动化控制影响下的 对吧 D呢说 在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过程中 注册可能需要修正 对于认定层次 重大错风险的一个评估结果 那可不吗 我们前面进行了风险的一个评估 随着我们审计程序的不断推进 我们实施了这个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比如说控制测试实施性程序 那我很有可能就会 在实施程序之后发现 可能前面的风险评估的过高 或者是最可怕的就是 我前面评估的风险过低 我还得修正一下 所以这个D是对的 那么BCD都对了 那A它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 识别的这个风险 可能是报表层次 也可能是认定层次的 那它说应当将风险 跟认定相关联 如果这个风险识别出来 是个报表层次的 重大错风险 就跟特定的认定 没有办法直接相联系 对吧 所以这个A就错了 应该要区分 要区分到底是 报表层次的 这个重大错风险 或者是说 与报表整体广泛相关的 这个风险 还是说 是与认定的 相关的这种风险 那么如果是认定的话呢 那就要考虑跟相应的认定相联系 对吧 但是如果是报表的话呢 那就没有办法直接联系 所以这条题 正确的答案是A A是说错了 再来看下面一道题目 说下列情形中 通常可能导致 注册会计师 对于查报表整体的 可审计性 产生疑问的事 其实对应着 可审计性疑问的这个点 我们说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对吧 一个就是A 就是这种 这个诚信有问题的 然后还有呢 就什么 在这儿 诚信 还有就是 被审单位的这种 会计记录的状况呀 可靠性啊 存在重大问题 说不能获取充分身上的证据 与发表 无保留意见 对吧 通常情况下 我们这两种事 往往导致注册会师啊 对于报表的局部 或整体的可审计性 产生疑问 产生疑问的情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导致是出的是这种 保留啊 或者是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 当然 必要的时候呢 还可以考虑 应当考虑啊 解除 也有约定 那回过头来 我们说 这要单选题 对诚信的有重大疑虑 这个 我们选出A来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关键的是 我们要看看BCD 要记住啊 这三种情形 并不属于 对于报表的可审计性 产生疑问的情况 B 说注册会计师 对于被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 对持续经营能力 有重大疑虑 就直接说 他不能审吗 不是 对吧 他持续经营有重大疑虑的话 那如果你觉得 他可能真的不能够 持续经营下去了 那么就应该按照 比如说清算基础 来编报表 如果人家这么编了 那没问题 你就该出无保留意见 出保留意见 对吧 你可能加一个 强调摄像段 对不对 那对应着 如果说他持续经营 还行 但是有重大不确定性 重大疑虑 和重大不确定性 不一样 那如果说是 属于那种 有重大不确定性的 这种情况 我觉得 你可以 这个 对应着这种 重大不确定性 然后呢 来对他进行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 增加专门一个段位 等等 C呢 说注册会计师 识别出 与员工侵占资产 相关的舞弊风险 我觉得这个 直接就说 员工侵占资产了 就不能审了吗 那不是 是吧 D呢 说注册会计师 识别出 被审单位 严重违反 税收法规的行为 这种行为 像C和D啊 都不能直接说 人家报表 不能审了 顶多是什么 能是说 可能存在这种 重大挫暴的 这种问题 所以呢 我们说 要记住 一方面呢 对可审性 有疑问的 这两种大的情形 另一方面呢 就是要把BCD 清楚 它都属于 它都不属于 会导致可审计性 产生疑问的情形 再来看 第四题 单选题 说下来有关 重大挫暴风险的 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报表层次的 重大挫暴风险 通常是 无弊导致的 认定层次 重大挫暴风险 通常是 错误导致的 我们讲 它们好像之间 还真的没有 这种直接的关联 对吧 你说报表层次 是无弊导致的 认定层次 是错误导致的 还真不一定 是吧 所以这个 往往就错了 B 报表层次 重大挫暴风险 增加了认定层次 发生的 重大挫暴风险 的可能性 这是对的 报表层次的 风险越高 往往对认定层次 造成这种 重大挫暴风险 的可能性 越高 C 报表层次 的重大挫暴风险 和认定层次 重大挫暴风险 可能构成 特别风险 我们说 这个是对的 是吧 可能构成 没有说 必然构成 D 所有被审认 单位的 财务报表 都可能存在 财务报表层次 的重大挫风险 和认定层次 这个也是对的 谁要提错的 就是A 其实 我想选出A来 不难 一样跟前面 很多题都是一样的 我们选出A来 绝对不是最终的目标 对吧 我们要把 比如说像C和D 这两句话 可能是在 前面的一些题目当中 遇到的比较少的 但是呢 尤其 比如说像D C呢 说还是可能构成 我们觉得 判断出 它是对的 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像D 比如说 所有的被审认单位 都可能存在 这两个层次的风险 你看他也说的是 都可能 这种严谨的说法 我们要记住 对吧 做题 不光要把 正确的答案选出来 还要把 这道题 能够给我们 带来的这种 这个点 关注的内容 长见识的地方 都要把握好 再来看第五题 又是一道多选题 说下列情形中 通常表明 可能存在 报表层次 重大错号风险的有 A 被审单位 财务人员 不熟悉快计准则 天哪 这种不熟悉 快计准则的情形 都出现了 那你想想 当你不熟悉 快计准则的时候 那对应着这个 影响到 被审单位的 这个财务 方方面面 这个准则那么多 你都不熟悉 你说你 报表怎么编 账怎么处理 最后怎么呈现出去 所以这个往往是 报表层次的风险 对吧 我们没有说 他不熟悉准则 那就不会 这个算存货 那就不会算 固定资产折旧 就直接是不会 这两个吗 不一定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往往是带来的 是报表层次的 广泛的一种影响 并且说 平凡的更换财务负责人 这种平凡的更换 其实也会 你说平凡更换 会带来什么 这个收入 他不会算 这个固定资产 他会算错 也不是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当他平凡更换的时候 其实也往往会带来什么 就是这种 可能 报表 在这个更换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 某一个环节 没有做好交接 然后完了之后呢 可能 而且换的人 这种风格也不一样 等等等等 各方面 从而导致这个 报表可能 容易出现问题 对吧 所以呢 控制环境薄弱 这个也是如此 那么当 薄弱的控制环境 影响之下 往往也可能带来的是 这种报表层次的风险 你没有办法说 在这种情况下 就直接说 某个认定出问题了 第一呢 说投资了多家联营企业 我们讲 对于这种 联营企业的情况下 联营企业的情况下 成头啊 这样的一些 具体的科目的核算 可能会核算错吗 对吧 这个时候 就不会是说 报表层次了 更多对应的是 一个具体的认定了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 选择的是ABC D呢 是跟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号风险 有关 好 再来看第六题 下列各项中 通常可能导致 财产报表层次 重大错号风险的有 A 说的是缺乏必要的 是能力 这个是对的 跟刚才那个选项 有点像 是吧 B呢 说长期资产准备啊 存在高度 简直准备啊 存在高度的估计不确定性 这个顶多人 影响的是这个 长期资产 简直准备这方面的一个 是不是 准计分 做的不对 对吧 然后呢 可能会出错啊 这是认定层次的 没错 C呢 变成单位 缺乏层性 缺乏层性 缺乏能力 都说的来自 跟这个报表层次 是有关系的 对吧 D呢 说某项销售交易 涉及到复杂的安排 那对于这个销售交易 涉及的复杂安排 那顶多就是这项 销售交易出错 销售的收入啊 成本啊 确定的过程当中出错 它也对的是 认定的这个风险 所以照题 选的是AC B和D呢 应当都对应的是 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号风险 好 再来看19年的一道题目 仍然还是这个 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 一个判断啊 那么 说通常表明存在 报表层次 重大错号风险的是 A 从事复杂的 金融工具的投资 那么当从事这种 复杂金融工具的投资的时候 那对应的 其实就是 这个金融工具投资 对应的什么科目 那就有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对吧 所以A 它是认定的 B呢 说竞争者开发新产品上市 那你的竞争者开发新产品的 畅施呢 对应着就有可能是你的 比如说 你的产品卖不出去 你的营业收入 就应该是少的 但如果你营业收入 还仍然不见少 有可能营业收入虚构 那顶多再有一个 比如说存货的积压 导致它的这个准计分 简直计题不准确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往往影响到的 都是你的具体的认定 对吧 C呢 说存在重大关联方交易 那对应着就是 关联方这块 具体的相关的这个认定 比如说该披露子不披露啊 该核算 没有核算准确啊 对不对 反正都是跟关联方有关的 定的说流动性 资产的流动性出现问题 我们讲这是一个典型的 报表层次的 重大作用贡献 所以我们来看啊 比如控制环境薄弱 在不稳定的国家 或地区开展业务 资产流动性出问题 重要的客户流失 融资的能力受限 采用新的会计准则 或启用新的快信系统 资不抵债 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等等啊 这些对于持续经济能力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通常呢 都属于报表层次的 重大作用贡献 所以 同学们啊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到这儿 关于这两个层次 风险的一个区分 我们做了那么多提议啊 到这儿我们也希望 教材给大家做的这个总结 大家好好地看一看 那你比如说像 控制环境薄弱呀 比如说像这个 这种 不稳定国家或特地区 开展业务 我觉得好理解哈 但是像后边这几个情况呢 我们同样也把它归到了这个 报表层次的重要操作风险 那所以我们在进行分类的时候 要把这些要记清楚啊 别分错类了 好 下一道题仍然还是跟这个相关的啊 说下列各项中通常对报表有广泛影响的 其实就说如果出问题还是报表层次的 对吧 A呢说没有披露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 这个是报表层次 还认定的层次啊 有很多同学会说 这是报表层次吧 关键的吗 这个有广泛影响吧 是不是 广泛影响 这个可能 这个这个 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 到第十九章 关联起来了 但是你看啊 就算他是关键的管理人员 他仍然说的是这个薪酬的事 对吧 他并不广泛 他并不广泛 并能说 信息系统缺陷导致的应收账款存货等 多个报表项目出错 那这就是广泛的了 那么多项目都有问题 来自于信息缺陷的一个影响 对吧 信息系统的缺陷啊 C 被审单位没有将年内收购的一家重要子公司 纳入到合并范围 没有纳入到合并范围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一家重要的子公司 那么也就是说 这家重要子公司所涉及到的相应的科目 往往都会影响到你的合并报表 但是现在也没纳入 那就说明你这个合并报表会有广泛的错误 所以它是广泛的 第一呢 被审单位没有按照成本与可原性值熟低的原则 对存货进行计量 没有按照这个原则计量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该 按照比如说 成本与可原性值熟低的这种方式来计量 结果你按照什么历史成本计量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的这个存货的计价出了问题 那仍然不属于广泛影响 对报表没有广泛影响 就更多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更多的是一个认定 具体的认定的问题 对吧 所以有广泛影响的就是B和C啊 想象A 仅影响P路的完整性 并不会对报表有广泛影响 D呢 仅影响的是存货项目的准计分 好 终于开始考认病了 说下列各项中属于认定层次重大测化风险的事 这个时候其实比较简单了 就是那些报表层次往往都是比较泛泛的 广泛影响的 对不对 A呢 说被审单位的管理层 治理层不重视内控 不重视内控 凌驾于控制之上 然后呢 这个所处行业陷入这个严重的衰退啊 这三个一看都属于报表层次的 是吧 那B呢 说被审单位啊 大额应收账款可收回性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这个是属于认定层次的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C选项 ABG呢都属于财务报表层次的 重大测化风险 再来看第十题 下列关于重大测化风险的表述中 这一块是应当认定为特别风险的事 这要题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就是我们讲啊 对于认定为特别风险的情况 我们说应当认定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经过相应的这个情形的一个考虑 它就是直接认定为特别风险的 我们说在教材当中就三个 舞弊 管理层零价位控制上 还有重大超出正常经营范围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对吧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应当认定为特别风险的 这四个选项 是不是跟前面那三个 某一个是搭得上的 A 说与关联方交易相关的重大错号风险 我们说与关联方交易的这种重大错号风险 它是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吗 并没有 只是说与关联方交易的 对吧 他没有超也没有这个重大关联方交易 也没有重 只是一个关 那还不够 对吧 B呢 说与管理层挪用资金相关的重大错号风险 你看啊 这个地方与他挪用资金 管理层挪用资金是什么事 5B呗 对吧 也可以说是零价的控制上 因为控制有效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让你挪用资金的 对不对 所以当你能够挪用资金 往往意味着你在这个控制之上了 你置控制于不顾了 对吧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应当判定为特别风险 C呢 与重大货币资金相关的风险 D呢 是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这种风险 这两个都不能够直接就认定为特别风险 对吧 只有B哈 所以我们这道题跟大家要特别强调 我觉得这道题出的还是挺好的 它就是对于我们掌握知识的一个灵活的考察 我们说在我们整个教材当中 直接不用直接判断 就是被判定为特别风险的 就是5B 5B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管理层挪用控制上 还有一个就是超重观 这道题比较有迷惑性的 其实就是A选项 对吧 那我们讲既然这个选ABCD四个选项 没有直接把5B啊 超重观呀 管理层凌驾放到这上面来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考察的是 我们对应的 对于对应的这选项 能不能够很好的跟那三种情况 有一个搭到一起的这个过程 那能搭到一起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啊 它就属于这种特别风险 那像B 这就属于一个典型的5B凌驾于控制上了 对吧 那就应该评价为是 特别风险 好 再来看下面一道单选题 下来有关注册会议师评估特别风险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注册会议师应当将具有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会议估计评估为存在特别风险 错了吧 我们讲 其实就是那个那三个 5B管理层凌驾还有超重观 对吧 就是应当评估 不用什么 直接判断 除了这个以外 比如说收入啊 比如说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会议估计啊 都还需要继续结合着直接判断 再来确定是否存在特别风险 对吧 所以A错了 B应当将管理层凌驾与控制上的风险 作为特别风险 这个是对的 C注册会议师应当将涉及 重大管理层判断和重大审计判断的事项 评估为存在特别风险 这就错了吧 涉及着这些重大的判断的话 也不能就直接认为是存在特别风险 对吧 还要经过直接判断来定 D呢 注册会议师应当将重大非常规交易评估为存在特别风险 这也同样如此啊 就是ACD 我希望大家记住啊 就是它都属于这种混淆的项 就是我们在判断的过程当中呢 像结合着上面那道题 还有这道题呢 我觉得这道题其实 比上面那道题要容易一些 是吧 它就考察到了 就是我们只看那三个方面 直接认定没特别风险 除那三个方面以外呢 都需要结合注册会议师职业判断 不管像A这种什么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还是C啊 重大的管理层判断 重大的审计判断 还是D啊 这个重大非常规交易 都还必须再次结合职业判断 再来定是否属于特别风险 这就相当于数学当中的定律 化学当中的这个公式一样的道理 就是在审计的时候 这也是属于一些 这就是理而 这就得这么说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有些就是直接定 有些就需要判断 就这么考 你说实物当中 可能真的跟你这个考试是不一样 那不一样这也很正常 对吧 那考试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原则用的东西 对不对 好 再来看第十二题 下来有关与特别风险相关的控制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诸快应当了解和评价 与特别风险相关的控制的设计的情况 并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 我们讲与特别风险相关的控制 我们要不要了解 要了解 对吧 所以了解内控这个环节不能丢 了解它设计的情况 并且得到十分确定是否得到执行 那不就是一个了解与特别风险相关控制的过程吗 没问题 应当了解也没问题 并且说 如果被审单位未能实施控制 以恰当应对特别风险 数字快诗 应当针对特别风险实施的程序 就要包括细节测试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就是 如果没有能够实施控制 以应对特别风险 就表明 这个时候控制测试已经无望了 因为控制都不好使了 你就没有必要做控制测试了 对吧 那么也相当于说 我们应对特别风险 就必须采用实性程序 这个实性程序当中 就必须要有细节测试 也就是说 现在相当于 针对于特别风险实施的程序 仅为实质性程序 我们说这个时候 这个仅实施的实性程序当中 就必须包括细节测试 所以这个B它是对的 C呢 如果柱子快师实施控制测试后认为 与特别风险相关的控制运行有效 测试完了之后 认为它运行有效的话 那么对于特别风险实施的实性程序 可以解为实性分析程序 控制有效了吗 有效 就说明这个对应的特别风险 对特别风险的应对是 控制测试 加实性分析程序 这个行不行 我们说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第一呢说 对于特别风险 与特别风险相关的控制 注册快师不能利用 以前审计 获取的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证据 不得利用以前 审计中获取的这个 有关它的这个证据 这个对吗 我们讲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特别风险的 跟它有关的这个控制有效性的证据 必须来自于当期 对吧 所以这要提的D也是对的 那么这一块我们要补充一句 就是我们针对特别风险 在本期确实像D一样 如果你想要这个依赖它 信赖它 那么这个时候 你跟控制有效的这个 特别风险相关控制有效的证据 必须来自于本期 但是是不是针对于特别风险 在本期就必须要做控制测试呢 不是 我们说 哪怕是针对特别风险 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了解内控 对吧 了解内控是必须在本期做的 但是如果我了解完了之后 我发现 针对于特别风险的这个控制 就相当于B一样 没有实施控制 很好的实施控制 应对特别风险 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说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做控制测试 一样的这个逻辑能成立 所以这是第12题 这道题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这道题把跟特别风险相关的控制 基本上考了个遍 对吧 再加上刚才我说的那句 就是哪怕是针对特别风险 本期也并不是必须要做控制测试的 好 再来看第13题 左选题 下来各项中 柱子快师在判断 重大测试风险是否为特别风险时 应当考虑的有 这道题就跟前面我们说执行穿行测试 能够实现的目的啊 是差不多的 就相对来说呢 就考的更细致一点了 对吧 那么应当考虑有什么呢 A 风险是否涉及重大 关联方交易 B呢 是否与近期的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相关 财务信息计量的主观程度 还有风险是否属于5B风险 这几个确实 它都属于我们在进行 确定它是否属于特别风险的时候 考虑的内容 所以你看啊 特别风险 这是第一条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是否与近期的经营环境 和会计处理的方法 或其他方面的重大变化相关 这是第二条 然后 交易的复杂程度 这块 没有 对吧 然后呢 风险是否涉及重大关联方交易 这是第四条 还有呢 就是财务计量的主观程度 特别是是否具有高度 不确定 估计不确定性 这是第五条 还有就是风险 是否涉及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交易 所以 大家来看啊 这道题的四个选项 考了六条当中的四条 我们再把第三条交易的复杂程度 第六条 是否涉及异常或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交易 给它放上去 基本上就把这六条都涵盖了 对吧 我们要求大家 就是这道题 把对应着在确定特别风险的时候 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大家要整体上把握一下啊 我想呢 就是我们对于其他的题目都搞定的这个基础之上 像这道题 包括前面实行穿行测试能够实现的目的的那道题呢 我也希望大家把它记一记 因为它都属于应当考虑的 对吗 既然是应当 它应该就是在考题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考的 因为我们说出题要严谨 对不对 你说应当应当 这些就是可以出选项的时候 是便于咱们这个考官去出题人去出题的呀 对吧 因为既然准则说的是应当 那就说明你得去考虑呀 那么往往就是得该选上了 对不对 好 再来看下面一道 2018和2017年改编的一道题啊 说 注册会议师在确定某项中大错法风险 是否为特别风险时 通常无需考虑的 上一道题考的是应当考虑 那么这个说的是无需考虑 对吧 交易复杂程度要不要考虑啊 考虑呗 B呢 是否涉及中大关联邦交易啊 考虑啊 C 被审单位人员的胜任能力 这个是属于要考虑的范畴吗 是不是这个 中大错法风险为特别风险 我看看他的能力怎么样啊 跟他没关系 对吧 财务信息计量的主观程度 这个要考虑 B呢 与交易相关的控制 对风险的抵消效果 这个无需考虑 对吧 所以这道题啊 应该是C和E都属于无需考虑 如果说多选题 我们把这个试改成有 可能更恰当 是吧 这是我们把两道单选题 给他做了一个整合 就是我们要通过这道题 和上一道题呢 把在确定特别风险 是否构成特别 这个确定中大错法风险 是否构成特别风险的时候 要考虑的六个方面因素 以及出题的时候呢 经常会出的 其实属于不考虑的这些因素呢 做一个整合 六 上面有六个 这次有两个是属于 不考虑的范畴 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C和E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提干呢 是下列情形中 筑块应当将其评估为 存在特别风险的事 我们讲 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提干看到了 就说应该将其评估为 特别风险 对吧 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们先去找 是否存在那些关键词 比如说舞弊呀 管理层凌驾呀 还有就是重大 管理层的交易 对吧 那如果没有这些词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 是不是对应这些选项啊 是跟这些能够推得上的 上一道题 比如说管理层挪用 这个资金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舞弊行为 对吧 而到这道题的时候呢 其实相当于 刚才那个办法呀 有一点点的不太合适了 因为我们讲 在判断特别风险的时候 对于那些重大的 非常规交易 往往也会构成 这个特别风险 对吧 所以这道题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啊 就是会存在着 就是刚才那种判断的一个思路 相当于我们说 在舞弊 管理层凌驾 还有超入观基础上呢 再看看 是不是存在这种叫做 这个重大的 非常规交易和判断事项 这也是我们在判断 特别风险的时候 经常去关注的内容 对吧 所以啊 这也是我们可以 在进行 是否过程特别风险 判断的时候 可以去展开的一个思路 算是一个拓展 啊 其实这是教材当中 介绍这一部分 基础内容的时候 就谈到过的 那么来看看吧 A 说被审单位 对于母公司销量 占总销量的50% 那么这个时候说 如果你站在 比如说超重观这个角度 然后或者是站在这个重大的 这种非常规交易的角度上来说呢 我觉得好像还不能够直接判断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50% 好像重大 但是这个超出正常经营过程了吗 还有就是 是特别的 这个叫做非常规交易吗 不一定 万一人家这个被审单位 他就是专门啊 跟这个 设立的时候 就是专门为这个母公司去服务的 就是专门 这个把产品都销给 这个 都买母公司这个产品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没问题啊 是不是 这里边没有透露出任何的 叫做特别的 这个情形 非常规这种情形 B呢 说将重要子公司转让给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并取得了大额的转让收益 你看啊 这其实就属于非常规了 你想上面这个题 A选项 这种销售是属于常规的 对吧 但是倒闭啊 说你得转让公司 这是非常规的 不是说谁天天都拿着转让公司玩呢 对不对 日常的销售这是正常的 但是像转让公司这本身就属于非常规的 而转让的过程又确实又产生了一个大额的转让收益 这就是有这个重大非常规交易这样一个这个这个特征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讲 它是属于应当评价为存在特别风险的 再来看C 说背上那位销售产品给子公司的价格 低于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 他虽然说的是比他低啊 感觉上有点不太公允 但是比他低并没有说大大的低啊 或者是说存在大量这种 这个非常规的这个交易的一个收益 对吧 只是说比他低啊 这也不能直接就说他有特别风险 第一呢 说签了对赌协议 这个太正常了啊 签对赌协议这种情况 那也不能说直接就是有特别风险存在 所以这条题 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特别风险的这种定义 比如说 这个 金额或性质异常而不经常发生的交易 并购啊 诟病啊 债务重组啊 重大货有事项啊 等等 是吧 那像B呢 说企业合并取得了大额的转让收益 应当引起对于该事项的特别关注 从而并将其评估为 存在特别风险 再来看第16题 下来有关特别风险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数字会议师在判断重大错法风险 是否为特别风险时 应当考虑识别出的控制 对于相关风险的提供效果 这个错了 是吧 我们这个不用多言了 就是我们在判断风险 是否构成特别风险的时候 就不能考虑这个提供的效果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说这个控制好 那就这个就不平衡 特别风险 一般风险吧 那就坏了 是吧 你说5B 我觉得控制好 那就不是5B 就不是特别风险 一般风险吧 往往这个时候 其实控制可能 都已经没有效果了 或者是说 本身它的固有风险就很高 如果再说控制好 然后就把它特别的轻视的话 也会带来可能一系列的 这种不好的一个后果 B呢 说应当将管理层明驾 于控制上 评估为特别风险 这个是对的 对吧 没有直接判断的过程 只要是一道管理层明驾 那就是特别风险 C呢 柱子快师应当 对识别的风险 实施细节测试 对识别的风险 实施细节测试 就哪怕你是特别风险的话 我们说对它的应对 也是可以做控制测试 加实性分析程序的 如果说紧对特别风险 实施细节测试的话 你就必须要包括细节测试 对吧 所以这个C是错的 B呢 应当了解 并测试与特别风险相关的控制 应当了解没问题 但是应当测试 哪怕是特别风险 也不是必须要测试的 对吧 所以这条题 我们讲这个D也错 那正确的就是B选项 在判断中大错号风险 是否为特别风险时 柱子快师通常不应当 考虑识别出的 控制对于风险的抵消效果 那么柱子快师 应当针对特别风险 实施实性程序 这句话是对的 必须实施实性程序 但是并没有强调 必须做细节测试 如果你做了控制测试的话 你就可以只做实施性分析程序 只要满足实施 分析程序这样一个条件 D呢说应当了解 但并不是说必须要测试 如果你了解完之后 发现内控是无效的话 那同样没有必要去 进一步的去做控制测试 好 再来看第17题 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柱子快师 应当评估为 存在特别风险的 有 A 收入确认 我们讲 对于收入确认呢 应当是基于5B的假定 但是基于5B假定的话 也不能直接就说 它有特别风险 对吧 那如果我评估了之后 发现人家不是5B 那么按照一般风险 去处理就好了 我只不过把这个原因 或者是这个判断的过程 理由啊 在工作底稿当中 给它记录下来 B呢说管理层 可能凌驾于控制上 这种管理层凌驾 应该是作为 有特别风险去考虑的 C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啊 超 重 关都存在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 D呢 具有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 重大会计估计 即使加了重大 即使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那也不能直接说 有特别风险 还是要结合着 直接判断来B 对吧 所以还是记住那句话啊 存在特别风险 直接判断就是 不必 管理层凌驾 还有超重关 当然前面有一道题 就是那个 这个转让子公司 重要子公司这个题 就相当于说 你结合着那几个 那个题呢 却相当于是属于这种 叫做重大 非常规交易的 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要灵活的掌握 但是相当于 做到这种题的时候 比如说这种估计 这种收入啊 它都不能直接评估 为是特别风险的 除非它有非常多的情境 最后就 这个情境的 最终的这个逻辑 或者是情境背后的 这个点在于 舞弊 管理层凌驾 超重关啊 以及上 创造题 我们谈到的 这种这个重大的 非常规交易 和判断事项的 这个情况 才可能会将其 评估为是特别风险 好 再来看 下面一道单选题 下列有关 特别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确定哪些风险 是特别风险时呢 应当考虑识别出 控制对于相关风险的 底下效果前 在这个之前 根据 性质潜在错报的 重要程度 和发生的可能性 进行判断 这个是对的 对吧 就是不要考虑 这个抵消效果 在这个考虑抵消效果之前呢 先来判断 它是不是属于特别风险 是吧 那么你说 我判断的是特别风险之后 我可不可以 对它进行控制测试 当然可以了 B呢 说特别风险 通常与重大 非常规交易 和判断事项相相关 这个刚才我们 刚强调了很多遍 对吧 C呢 说管理层 未能实施 控制以恰当应对 特别风险 并不一定表明 内部控制存在 有这种重大缺陷的迹象 我们讲 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没有 实施控制 以应对 恰当的应对 特别风险 就是都有特别风险 你都没有很好的应对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说 这就是属于存在 这种 应当认为内部控制 有重大缺陷 并且要考虑 其对于风险评估的 一个影响 对吧 所以呢 而且要针对这个事项呢 与治理层进行沟通 对吧 所以这个C啊 它错了 就是要记住 当未能实施相应的控制 以实施 以恰当应对 特别风险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就要考虑 它是存在 这种重大缺陷的 通常还要跟 应当跟 治理层 对此进行沟通的 并且说 如果针对特别风险 实施的程序 简为实行程序 那么这些程序呢 应当包括 细节测试 没错 随道题我们讲 选择的 错误的就是 C选项 ABD 都是正确的 再来看一下 第19题 这是一道 2012年的单选题 说 下列有关于 了解 内部控制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如果认为 仅通过实行程序 无法将认定 层次的检查风险 降至可见数的低水平 那么应当了解 相关内部控制 我们讲 其实对应的 这个选项 它出的并不是 特别的好啊 我们讲 其实不管怎么样 是吧 对应着的这种 相关的内部控制 只要与审计相关 是不是都应该了解啊 是不是 而像这道题呢 说如果认为 仅通过实行程序 无法将认定层次 检查风险 降至可见数的低水平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仅通过 实行程序还不够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要考虑 是做控制测试 对吧 那首先呢 其实从逻辑上来讲 这个A的说法是 有一点点的 这个逻辑不通的 就是你的这个 你前面这个给的这个条件 跟后面这个结果 其实可能没有 直接的这种关系哈 但是呢 如果说 从这个 做题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又 确实是存在错误的 而像A这种说法 它 你可以说它没错 是吧 就是不管怎么样 应当了解 这是相关的控制 应当啊 因为前面说的这些 其实往往是什么 就是说 提出了这种情况 是跟审计有关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了解这个控制是 对的 就是这次就是 与审计相关的控制 我们该了解 我们该了解 对不对 所以这个A呢 我们暂且啊 把它作为是个对的选项 B呢 说 这类特别风险 应当了解 与该风险相关的控制 没问题 C呢 说 当某重要的业务流程 有显著变化时 应当根据变化的性质 及其对相关账户 发生重大错报的 一个影响程度 来考虑是否需要 对变化前后的业务 都执行传行测试 对吧 当这个控制发生变化的之后 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相应的 一个情况来确定 是不是对前后 都要做传行测试呢 这个变化大不大呀 影响程度高不高啊 对吧 D呢说 应当了解 所有与查报告相关的控制 这不就是刚才 我们做的那道题吗 这个与审计相关的控制 并不一定 并非与查报告都相关 与查报告相关的控制 也并不一定 与这个柱子会计师 报表审计都有关 对吧 所以应该是应当了解 与所有查报报告 审计相关的控制 而不是说 与查报告相关的控制 所以这个D 确实错了 A呢 它说的其实 有一点点的这个逻辑不通 但是错的更离谱 那肯定是B了 是吧 我们说 应当与查报告 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 要了解 应当了解 而并非是 备审单位所有的 内部控制 也并非是说 应当了解 与查报告 所有相关的 与查报告相关的 这个内部控制 好 那么到这儿 我们的第七章 又要结束了 在最后的点呢 我们还是还送给大家一句话 这句话比较 这次比较这个简短 叫做操必胜之确 我们说 稳操胜券 对不对 其实的意思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稳操胜券呀 是把这个知识 巩固的非常到位的情况下 为什么在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加上这样一句话 其实就是要给大家 做两个方面的一个提醒 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 已经相对来说 到了这个 学习 前边的基础知识之后 开始进入到 相对来说 有点难度的地方了 当然这是在习识的阶段 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呢 我们 有一定的这个疲劳的感觉 因为前面的 需要背的 需要理解的东西很多 对吧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呢 我们仍然希望大家 在这一章的学习当中 能够继续把握好相关的点 秉持好之前 我们一直坚持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扎扎实实的 这样一个学习的风格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一开始也说了 从这一章的风险评估开始啊 就进入到整个审计流程 比较重要的关键的环节 而且应当来说是 对于我们理解 风险导向审计来说呢 也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们仍然希望大家 在这一章当中啊 把相应的知识点 都牢牢的把握好 不管是从应识的角度 还是说 对于我们理解 风险导向审计的逻辑来说 都很重要 因为你到后边 不管是你对于循环的审计 的学习 还是哪怕到 比如说 这个集团报表审计啊 相应的 其他特殊事项的 这个审计啊 都会将 风险导向审计的 基本逻辑 还有第13章的5B审计 这些都是这样子 对吧 就是将这个 风险导向审计的 基本逻辑 在其中 具体的方面 进行一个具体的应用 所以呢 我们希望 这一章之后 要求大家 要巩固好基础 要把握好 放平好心态 同时呢 要重视好 对于逻辑的理解和学习 好 同学们辛苦了 咱们这一章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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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